中共病毒疫情全球蔓延 根據西班牙最新研究 人類感染COVID-19後 產生的抗體至少存續7個月 研究也發現 普通感冒的冠狀病毒抗體 也能保護人體免於被COVID-19感染 疫情全球蔓延至少429萬人病逝 2.2億萬人確診 根據西班牙最新研究顯示 人類感染COVID-19後 體內的病毒抗體能夠至少存續7個月 並在幾個月後仍維持穩定 甚至增加 這項研究是由西班牙巴塞隆納 全球健康研究所團隊進行 共578名無症狀患者和輕症患者參與 在2020年3月到10月之間 接受數次採血 檢測針對六種不同的COVID-19 行源的IGA IGN或水瓶類型 和另外四種針對導致人類普通感冒的 冠狀病毒的抗體 研究也發現普通感冒人類冠狀病毒的抗體 也能保護人體免於被COVID-19病毒感染 普通感冒的冠狀病毒感染的時候 它幾乎沒有症狀或者是很輕的症狀 但是這個不停的病毒的刺激 會讓我們的免疫系統能夠持續 可能幾乎終身的免疫 所以新冠病毒未來說不定就會像一般的普通的冠狀病毒一樣 報告指出 無論受試者的年齡和性別皆能保持穩定 從研究開始的第五個月 有75%的參與者體內IGG抗體增加 但並沒有任何重新接觸病毒的證據 沒有發生再度感染的案件 這項研究成果已發表在國際期刊《自然通訊》 新桃尔雅在電視李晶晶台灣台北報導